好,欢迎大家回到我Learn with Tom Lee A-Level of Mathematics A-Level的数学 也继续回Sequence and Series, 数列和吸数 这一堂我们会讲第三点三节, Geometry Sequence, 几何数列 和N Terms of Geometry Sequence, 第N Terms的Formula 我们先看一个定义 A Geometry Sequence has a common ratio between consecutive terms 意思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几何数列 第一个Terms和第二个Terms之间的分别会成为一个Factor 以这一条为例,第一个Terms是2, 第二个Terms是4 为什么是4?因为2乘2就等于4 那么那个Cummon Ratio就是2, 4乘2就等于8 第二个Terms去到第三个Terms是会成这个Ratio 这个Ratio是不会变的 在这个数列里面 所以我们就会推测到2, 4, 8, 16, 32, 64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是乘2, 然后带2倍 那么在这个例子来说 就是第一个Terms A等于2 因为第一个Terms是2 而Cummon Ratio是2 所以第二个Terms是4 第三个Terms是8 第四个Terms是16 如此类推 第二个例子 A等于2分1 而之间的Ratio是3分1 所以就是2分1乘3分1就是6分1 6分1乘3分1就是18分1 如此类推 Ratio都是Cummon的 Ratio可以是小过1 可以是大过1 甚至乎好像第三个例子 可以是负数的 那么你会看到第三个例子 第一个Terms A就是5 Cummon Ratio是负2 所以5乘负2就是负10 负10乘负2就是20 20乘负2就是负40 接着80 接着负160 你会看到当Ratio是负数的话 Terms 时间第一和第二个 正负的符号可能会倒转 负10就变成20 20就变成负40 所以一个正一个负 一个正一个负 卡拉卡拉去的 这个我们叫做 Geometric Sequence 几何的数列 我们有一条equation去计算 在几何数列里面 第N的Terms 是等于多少 N的Terms N-1次方 A当然是第一个Terms 而R就是Cummon Ratio 第N的Terms 我们有条式 那条式就是等于A乘比R N-1次方 这个是涉及次方的 也就是说我们会涉及一些lock number 接下来我会用一些例子 去教大家如何去计算 因为在这一节的Definition 比较简单 只是A Geometric Sequence Has a Common Ratio Between Consecutive Terms 以及你要记的就是这个Formula UN等于ARN-1 下来就是一连串的例子 令到大家更加容易明白如何去计算 第一条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第五条 以及第六条 第六条我就写明是EP 意思就是这一条是一些exam question 较为复杂 下来我和大家一起去计算这六条 完成了这六条之后 大家就会明白 什么叫做Geometry Sequence 和N Terms of the Geometry Sequence 如何计算出来 第一条的例子就是 Find the 10th Terms and the N Terms of the Geometry Sequence 我们有A和B两部分 A部分就是3,6,12,24 我们又找第十个Terms 和第N的Terms B那条就是40-20,10-5 第十个Terms 是等于文号 第N的Terms 亦都等于文号 我们亦都要找的 A这一部分先 我们就会有3,6,12,24 我们知道A 第一个Terms 就是3 Ratial 你看到3变6 就是乘比2 R就是2 第十个Terms 第十个Terms 就是UN等于U10 当N等于10 U10 就是A乘比R N-1 也就是A 就是3 乘比R R就是2 2的N-1 2的九次方 我们就会计算 2的九次方 就是512 1536 这个就是几何级数 第十个Terms Equal to 1536 这个就是答案 跟着2的部分 我们就会找第N的Terms 第N的Terms 就是UN等于A 就是3 R就是2 乘2 N就是N-1 因为我们不知道N-1是多少 所以这个就是3 乘比2的N-1 跟着B的部分 我们会有40 -20 10 和-5 我们现在去找 The 10th Terms 我们知道A The 1st Terms 就是40 R Common Ratio 由40 到20 U10 就是乘比0.5 不过是负 所以我们有负0.5 R就是负0.5 第十个Terms U10 就会等于A 乘比10-1 就是乘比R的9次方 A 就是40 在这个例子 R就是0.5 记住是负数 上高10-1 就是9次方 我们就会计算 负0.5的9次方 你可以计算0.5的9次方 然后有负数就可以了 因为负0.5的9次方 就会有一个很小的数 这个数呢 就会是40 乘比0.001953125 一个很小的数 这个很小的数 这个很小的数 乘比40 当然会大 乘比40 就会是0.078125 如果你拿了所有数 的话 是0.78125 当然 UN也是等于A R N-1次方 A就是40 R就是负0.5 N-1次方 就是40 乘比负0.5 N-1次方 这个就是UN 就是AB 第一个答案 10的Terms 就是1563 UN就是3 乘比2 N-1次方 第一个答案 第十个Terms 就是0.078125 当然 UN就是40 乘比负0.5 N-1 第二个例子 就是我们知道 一个Germatrix Sequence 第二个Terms 就是4 第四个Terms 就是8 我们也知道 common ratio 是一个正数 大过0 不是等于0 因为大过0 接下来 我们就要找到 11个Terms 如果我们要做这条 首先 我们要找到 R是多少 和A是多少 就是我们要计算R 是等于数字 第一个Terms 是什么 我们要计算出来 首先 我们计算R 计算R 就是我们要计算R 就是我计算R 就是第二个Terms 便应该是A乘比R 的一次方 就是第二个Terms 就是等于4 就是AR 就是4 而我知道 第四个Terms 就是A乘比R 的三次方 就是等于8 也就是AR的三次方 你可写成AR乘比R R的二次方是等于8 AR是4 即是4R的二次方是等于8 也就是R的二次方是等于2 R就是等于√2 我们知道是正数 因为√2有正和负 但我们的题目是说R是一个正数 A如何计算出来呢? A最主要的计算法 你会知道AR是等于4 而我们知道了R 我们知道√2乘比A等于4 也就是A等于4除√2 这就是A的Value 现在我们要计算是第11个Term 我们知道了A和R 我们计算第11个Term 第11个Term U11 是等于A R的N-1 即是10-1 11-1 我们就会计算是4除√2 然后乘比R的 2的10次方 2的10次方 也就是2的5次方 即是4 乘比2的5次方 除比2 可以 那我们两个Term U11 那我们两个Term U11 乘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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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2的6次方 你可以乘比2 2的6次方 就是64√2 这个就是答案 接着第三条 我们知道了 Dramatrix Sequence 是3 X X加6 接着下一个 接着下一个 我们也知道 这些全部的Terms 都是Positive 我们现在要计算 Posible Value X的Value 是多少 我们知道了 当我们把X除给3 即是把第二个Terms 除给第一个Terms 就会等于 第三个Terms 是除给第二个Terms 我们就会有这一条 的Formula 就能够出来 我们交叉相乘 这个就是X2 等于3X加18 我们就会计算 X2 减3X 减18 等于0 我们就用一个 Common Factor 这个Factor 将会是3 和6 3 6 就是18 那负 在哪里? 因为这个是-3 所以这个负 应该放在这里 这个正在这里 这两个双乘 就会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就可以Factor 出来 就是这样 X-6 X3 乘成X加3 也就是X 可以等于负3 你要负3 或者X等于6 MX等于负3 在我们这个Case 就不適用 因为我们说过 全部的Terms 都是positive 好 如果是负3 这个会是negative 所以这应该是正数 X等于6 既然X等于6 the first term is 3,a等于3,the second term is a,r等于6,r就很明显等于2,我们就会计算到a和r,当我计算到a和r,我们就可以计算第十个 term,第十个 term,即是u10,就会等于a乘r的10-1,a就是3, 而r就是2,就是2的9次方,2的9次方,你用这个计算机去计算,就是512乘3,就是512乘3,就是1500多,就是1536,这个就计算出来,这个是第三条的答案,a part和b part,a part我们计算到,x等于6,b part我们计算到, 我们计算到,the tenth term,就会是1536,第四条,就是当我们有一个gemetry sequence,就是3,62,24,一直大下去,我们去到那个数字,其中的数字,就是刚刚很大过1 million,大过100万,我们第几个term才大过100万,这条题目就是问这件事,我们要计算这条答案, 我们要知道a和r,我们要知道a是3,r是2,所以3乘2是6,6乘2是12,这两个我们会知道,但我们要大过1 million,也就是说,我们有a的r的n-1,是要大过1 million,100万,100万就是6.0,1就是6.0,就是100万,我们要大过这条数,a是多少,a是3, r是2,r是2,2的n-1次方,是大过100万,我们知道2的n次方,但是100万除以3,我们将两边是take a lock,我们就会有lock,2的n-1,是大过lock,100万除以3,当然你可以除它出来,但我不随意了,我保持这个数字,我保持这个数字,我保持这个数字, 这个n-1,可以拉下来,就是n-1,是大过lock,100万除以3,除以lock2,也就是n,是大过lock,100万除以3,除以lock2,加1, n-1,是大过lock2,应该是5.522878,除以lock2,可以计算是lock2,lock2应该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就是0.301029, 就会计算是9,就是9,当这个数字,然后加1,就将5.522878,除以0.3010299,就会是18, 8.346609,加1,就是19.346609, 如果n就一定要大过这个数字,也就是说,n第一个大过这个数字,是等于20, 意思就是说,第一个数字是3,6,12,24,然后再乘2,48,去到第二十个数字,这个二十个数字,是刚刚好,是大过100万, at least how many terms,the first term is greater than exceed 1 million. 第五条,我们有个series,就是3,x,9,跟着... 我们现在要找一个x的value,x的value很容易找的,a part,就是把第二个term,就是x,除以第一个term,3, 就会是等于第三个term,9,除以x,我们就会计算到x²,是等于27,x就是√27, 当然是正数,我们没有个负数,这个就是√27,现在要找的是第四个term, 第四个term,我们就要计算到r,r其实是等于将x除以3, 也就是将x除以3,也就是√27,除以3,这个就是r, 如果我要计算到desimal point,可以计算到desimal point, 27的taker square root,就是5.196152423, 如果我们乘下来,答案就会是15点多, 看看你拿到少数点后的一个位置, 如果拿到三个位置,就是这个, 那答案你可以给这个答案,或者这个答案, 这个答案就会比较清晰一点,因为你不需要计算出来, 这个就是我们计算出来,拿回少数点后的一个位置, 第六条,就会有一条exam question,所以我写了EP, 我们知道the first term a 是200, common ratio 是p, 我们也知道p 是大过0, 我们知道the sixth terms of the sequence 是40, 现在a part,就要我们证明, 这一条equation,就是5logp加log5, 是等于0, 那我们如何证明呢? 我们知道a是等于200, p是rasal, r就是等于rasal, 而我们知道第六个terms, u6是等于a r5, 是等于40, 40, 对不对? 我们再代入a是200, 所以我们知道200个r5是等于40, 所以r5是等于40除200, 也就是1除比5, 1除比5, 我们可以写成5的负1次方, 我们计算了r5是等于5的负1次方, 我们两边都takelog, 我们就会有logr5次方, 是等于是log5的负1次方, 5的负1次方, 这个5可以抽下来, logr5次方可以抽下来, 所以有5个logr, 等于负1的log5, 我们把负放过来, 变正在这一边, 我们就会有5个logr, 加给log5, 是等于0, 我们就证实了这一条式, 也就是说, 我们要证明这一条式, 这两个式就证明了, 搞定了, OK, 那么a part, 我们证明了5logp, 加给log5是等于0, 那么b part, 我们就要计算p的value, 我计算p的value, 其实我只是用回这一条式, 我用回这条式, 就是5logp, 加给log5, 是等于0, 也就是等于logp的5次方, 是等于负log5, logp的5次方等于负log5, 就是logp的5次方, 等于log5的负1次方, 也就是p的5次方, 是等于5的负1次方, 5的负1次方就是5分1, 也就是0.2, 所以我们计算p的5次方等于0.2, p是等于0.2的5分1次方, 我用个计算机, 可以计算回0.2的0.2次方, 就会是等于0.724, 779, 我们的答案是,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 to three significant figure, 所以p是等于0.725, 这个就是b的答案, Muchas gracias, again,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listening to my tutorial videos, and if you need a private tutor, for you to get a better mark, or better score in your DSC examination, in Hong Kong, the SAT examination, or just you want to improve your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for your college and university study, please contact me at, chingtong929 at yahoo.com.hk, my telephone number, is plus 1 852 65928609, 好,多谢大家收听我这个video, 如果你是希望你的mathematics 和你的英文是更加好的话呢, 你想要一个private tutor, 你可以随时contact我的, 令到你的DSC exam, 或者你想考SAT, 你也可以contact我, 因为我都有一些私人的补习, 在这两方面的, 多谢大家, thank you, 拜拜, muchas gracias.